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12日 李强当上了国务院总理之后 新华社发了李强简历 前面就提到了他的学历 说他是中央党校研究生 是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其实这两个学历都不能算是真实的学历 中央党校只是对干部进行培训的一个机构 是领导看中了你想要栽培你 然后你就能够去上的 至于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硕士学位 也就是所谓的EMBA 只要是高官交了钱 然后也就可以去上的 所以像这种你不需要去考的 只要领导同意 或者只要交了钱 然后是在职去读的 这种学历都不能算是真的学历的 其实李强本来是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学历的 那就是在1978年 他参加高考 然后考上了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 这是考上的 当时高考也不容易 所以这算是货真价实的 为什么不写在他的这个简历里头呢 是不是因为觉得这个是农校 说出来比较丢人 所以干脆就不写了 网上也有人说 说这所农校其实只是一个大专 甚至有人说是中专 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我们得说一句公道话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做了一番考证 李强上的这个学校 当时是由本科招生的 李强是上了四年本科的 不过呢 你说这所学校是一个大专 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也是有一句的 因为这所学校 他的前生叫做林波地区农林学校 的确是一所专科学校 是大专的 后来在1976年的时候 当地政府决定要在这所学校基础上 办一个林波地区农学院 然后在1977年呢 就以浙江农业大学的这个名义来招生 所以呢就改叫了 浙江农业大学林波分校 有那么四年的时间 是招本科 总共就招了四届的本科 从77年到80年 总共招了500人 那么李强是七八年被招进去的 所以呢 他读的是本科 但总共呢 也就这四年的时间 是招了本科生了 从81年开始 这所学校呢 又只招了专科的学生了 到1984年的时候 这学校干脆就改名了 不再叫什么浙江农业大学 林波分校了 改叫浙江农村技术师范专科学校 所以呢 就变成了师专了 所以李强虽然读的是本科 但是呢 是在一所专科学校上的本科 是这所专科学校 曾经有四年的时间 尝试了用本科招生 所以后来本科教育办不下去了 又改成了专科了 那么你在这种专科学校上本科 教育的质量是可想而知的 跟上专科也没啥区别的 所以人们说他上的是大专 也是有一点道理的 虽然拿的是本科的文凭 顺便说一下 这所学校后来在1999年的时候 就被浙江万里教育集团接手 去办了 变成了一个公办民营的学校 现在呢 叫做万里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届总理 前面的那几个 周恩来 华国锋 赵紫阳 都没有上过大学的 他们 学生时代 是在民国时候度过的 然后很年轻了 那就投身革命了 他们的政治资本 就是革命的经历 跟他们受过多高的教育 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呢 我们对于他们有什么样的文凭 也就没有必要 那是渴求了 人家也不在乎的 那么在建国之后 受过教育的 第一个总理 那就是李鹏 他呢 是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的 他算是呢 留过学的 有刘洋经历的 李鹏之后呢 是朱镕基当总理 他是清华毕业的 朱镕基之后是温家宝 温家宝呢 是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 那时候北京地质学院 那可热闻了 因为很多人都想去干地质的 很难考的 那温家宝之后呢 那是李克强 那是北大毕业的 所以呢 他们这些人 都算是高材生的 都上的 那是名牌的大学了 那么李强跟他们相比呢 那是学历最差的 那有一些人 那个人会说 我英雄不问出身 我们管他是什么样的学历呢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英雄是要问出身的 以前呢 是要问你的革命出身 那么等到革命结束了 建国了 那当然呢 也要问你这个教育的出身 你受过什么样的教育 这是一个人 他的素质的一个很好的体像 有一些个别的天才 他们呢 是可以自学成才的 即使呢 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 也能够干出一番事业 也能够表现出自己有超能力的 那么难道你李强是这种天才吗 有超能力的天才人物吗 他的能力表现在哪里啊 难道表现在 敢把上海给封城封了两个月吗 那其实呢 李强本人也知道英雄 要问出身的 也特别的看重学历的 不然的话他干嘛 要去给自己搞一个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和那个什么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所是这么一个学位呢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也都是特别的重视 他自己的文凭学历的 拿美国总统来说吧 克林顿是耶路毕业的 小布什也是耶路毕业的 奥巴马呢是哈佛毕业的 川普呢 他喜欢标榜自己呢 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的 那其实他一开始上的是一个比较差的学校 两年之后呢 利用他父亲的关系才转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去了 拜登呢 跟前面的这些总统比起来 他的学校算是比较差的 是特拉华大学毕业的 但是呢 在本州特拉华大学也是最好的公立学校 美国的那些部长 内阁成员 如果不是名校毕业的话 很难当上的 现在的这些内阁成员 也大都是名校毕业的 国务卿是哈佛毕业的 总检察长是哈佛的 交通部长也是哈佛的 卫生部长是斯坦佛的 财政部长是布朗的 还有呢 能源部长是伯克利的 国土安全部长也是伯克利毕业的 所以就是由一大批的名校的高财生 在管理着美国这个国家的 中国也是特别的看重学历文凭的 这个呢 可能也受到了以前的科举制度的影响 有这么一样的一个传统 所以中国人呢 是很看重 很崇拜那些读书好的人呢 中国的父母是 号称特别的重视教育 就是要把自己的子女 千方百计的 送到名牌大学去读书的 曾经有一段时期 那就是文革时期才会流行什么读书无用论 但是文革结束之后 又开始强调要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领导干部要知识化 所以呢 那些以前没有很好的 这种学历文凭的领导才会利用自己的权力 都去杜一层经 给自己搞一张什么硕士 博士的文凭的 有一段时间了 中国就都是由一批名牌大学的高厂医生 在掌权 在执政 也就是所谓的学霸在掌权的 但是现在呢 又变成了是由学渣在掌权了 那其实李强 在所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中 他相对来说 学历还算是不错的 那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是没有这么巴结上过大学的 都是所谓的工农兵学员 李强毕竟呢 还是通过高考上的大学的 虽然呢 那个学校不怎么样 但是呢 你比那种工农兵学员 那还是认认真正的读过四年书的 不像工农兵的学员都是一些不学无数的 所以现在可以说 这是属于新时代的读书无用论 你书读得再好 艺人怎么样 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艺人怎么样 你最终呢 还是要受这些学渣领导 要在他们手下 去干活打工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再见